你剛才也提到禁風,其實前幾天就有急跌 昨天做好,之前很多朋友都想買,但太貴買不到 現在你又覺得是否一個吸納的時機呢? 而且之前跟Tesla簽了三年合約之後 其實股價也不見有很大的刺激 例如看接下來中長線的發展,又看不看好禁風的業務呢? 我先說一個短期走勢 禁風的走勢是變差了 因為近日跌穿了一些大的支持位 某程度上,如果你真的要轉個勢的話 真的要從123、124的位置到 那些位置穿得上去的話,就會直撥 假設大家還未有想買的話 我建議到123、124的位置樓上 站得穩的話,再穩也未遲 但論前景的話,我對它看法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某程度上,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跟Tesla合作,對於它的公司的方法 未來也有些單位做得到 第二,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它也做了很多一些上下游的整合 它也做了一些上游的資產 所以變相之下,對於它的自公自給率 其實有提升的 有些行動估計 就是它這個自給率 由之前大概是三成多 大概是兩、三年之後 大概是五成了 那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的優勢呢? 就是說,你的自給率越高的話 某程度上,你的營民的效率 以至到無地率 都還會有提升的空間 而且本身大家對於電池的看法 都是正面的 有些行動估計 就是電池的漲價的情況 都可能有機會去到大概2023年 所以變相對於它的看法 其實都是正面的 我對它的看法其實都不差 只不過就是股價 但是現在這一回合真的比較弱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大約1、2、3、2、4樓上 因為自己的時間 再追貨都不遲了